在下收到消息 夏青梅接下来 很可能会去上青派 听闻 上青派的星仪道长和弟子 正在云莱山中闭关 夏青梅接下来 很可能会在云莱山中发动袭击 若她得手 上青派 很可能会遭到屠杀 那还等什么 我们即刻出发 好 和大护法这样聪明的人说话 就是痛快 提出成立武林盟已有一段时日了 不臣之人 也陆续清理掉了 本王认为 现在是该成立的时候了 所以殿下是想借此事 把各大门派的掌门 全部请来向州 宣布武林盟一事 正是 殿下 那 穆远万不敢喧宾多主 既然殿下想宣布武林盟一事 那在下接任重火宫之事 可以另择他人 否则 怕是会抢了殿下的风头 大护法 本王刚刚嘉奖过你的忠心 怎么 又犯活头了 难道 殿下是想让我 效仿林纵兴 做傀儡 放肆 本王身为官家王爷 没有出面召集武林人士之力 大护法投诚之日 还说认可本王 造福武林的报复 怎么如今取言行不一了 难道你就是这么报答 本王对你的赏识吗 殿下息怒 属下 遵命便是 大护法 不是本王不想出面躲在后头 是因为现在江湖上 有你我二人这般远见的人 少之又少 若是本王贸然出面 因为身份特殊 势必会落人口识 所以本王想借着你 重振工业的习气 去办点实事罢 属下明白 好 既然如此 就请大护法先去趟华山派吧 华山派 这一来风沫已死 华山派群龙无首 需要个掌尸之人过去敲打敲打 二来 象周虽小 待人结地理 林剑山庄扣押的重伙工弟子 如今正等着大护法带他们回家了 属下遵命